老板一如既往的嚣张 几十斤的大纸箱 居然要小秘书来搬 表面一脸傲娇 也还有一点人性 他用手指偷偷勾着纸箱 也就能帮柔弱的小秘书 减轻那么一斤的重量吧 秘书说冰箱有菜 让他自己热着来吃 他却说要吃新鲜的 秘书只能无奈帮忙做饭 好不容易弄得满汉全息 赶着要下班回家 他又说没人洗碗 秘书只好无奈照做 老狗又得寸进尺 说家里脏 要搞卫生 秘书收拾得腰疼 他还不放过 要收拾完衣帽间和书房 秘书足了叹气 还能怎么办 给点颜色还上软方啊 秘书终于受不了了 说连厕所马桶都刷完了 准备打开 回来 老狗点是没人信啊 一直坐到半夜12点 终于把几百平米的豪宅弄完 秘书一脸不爽的大骂 老板却突然出现 说要去买可乐 还让秘书一起跟着去 这可是他最讨厌的饮料 实际上他却是在护送秘书 还装作大忙人一样 秘书还以为他在处理工作 所以才一直不回家 直到秘书安全上车 他才不再演戏 回到那干净又空旷的豪宅 第一次感觉这个家这么大 一个人实在太孤单了 教材泄露事件 在公司造成巨大影响 助教老师心里有鬼 当然会彷徨不安 连同事的随口一句话 他都感觉自己有危险 为了躲避内部调查 他借口不舒服 慌忙逃离 却被副总半路拦住 他并没有捅穿老师的泪鬼行为 反而开始打感情牌 说出了他的苦衷 为了儿子抚养权 甘愿背上前夫的债务 被逼得没办法 只能帮助公司的死对头 老师瞬间崩溃 固着自首要副总放他一马 他没有继续施压 反而开始策反老师 要他成为自己的跟班 这样就能把内鬼的事放下 而那个死对头胖子 因为没检查就出版教材 大量的缩底导师口碑崩塌 卖出去的几万车教材 全部都要退款 胖子大妈老师没鬼用 老师却突然出现在门口 虽然胖子被吓了一跳 不过来得正好啊 胖子正想找他算账 副总却又突然闯入 胖子被吓得更加不淡定了 副总笑着威胁胖子 贿赂老师泄露教材的事 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 如果交给老板 那胖子只能对不公堂 但是如果能和副总成为一伙 那事情都好说 为了平息这个丑闻 胖子只能听话照做 两人私下交易 副总拿出了公司的并购计划 要胖子好好参考一下 这样就能提前一步 把本该是自己公司的猎物 想先低价夺走 副总开始一步不行动 既然搞不死哥哥 那就对共同成立的公司下手 本以为没人知道 但是哥哥早有准备 十家侦探发来了相片 弟弟和死对头胖子的身影 让他内心更加纠结